那时代好像跟现在生活的习惯质感都不一样 那时候连移动互联网好像还没有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和同学告别的时候 完全不觉得说我们怎么可能不会再见到呢 以我事实证明 所有的年轻的毕业的朋友 很多人你死生可能都不会再见到 对 所以这首歌其实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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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动我 我就觉得就是那种 简简单单去戳到你的痛处的感觉 我比较不一样 我就高中毕业 所以我觉得学校的时间离我太远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 而且那时候还勤工俭学 对 我那时候都打工了 但就在刚刚那一刹那的时候 我觉得就他们三人的嗓音就是 除了打动我之外 我还注意到一个点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房东的猫 他俩呢就唱到朋友两个字的时候 互相看了一遍 他翻过去了一遍 对 我也看到了 对 就光是这么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可是你就知道在他内心中 那一位朋友有多么重要 我们是属于特别幸运的 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最好的朋友 可能都留在了自己身边 今天看到会员的话 其实非常的开心 他不仅有着非常棒的 得天独厚的声音 他在音乐创作上 也一直在 自自不倦地拿出各种风格的 好的作品给到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地支持孟会员 给上会员这样的优秀的 新生代的唱作人 更多的机会 谢谢 非常感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 此刻我们要把舞台 交给我们的五位声音 鉴场团的老师 进行现场合议 同时邀请颜彬老师 可颖 欣杰 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 在两首歌曲当中 到底哪一首会进入到 我们的金曲代定池呢 新建议团一致合议 我宣布 是 因为周深他使用了 自己的顺序特权卡 所以他在后卫出场 所以这一轮根据我们的规则 是由我们的原唱队率先出人 靠孩子我们选是吧 我们讨论一下 你们唱什么歌 慢点 中国风 你们呢 我们是机型的 我们这一次派出的就是 王赫野和黄霄云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王赫野 黄霄云 带来 我们下期了